节目最后呢带您来关心一下区块链的相关的新闻 日本税务机关首次是披露了2017年加密货币高收入纳税人的数量 那数据就显示呢税率最高是达到了55% 据日本当地媒体日经新闻报道 日本国家税务局披露了收入在1亿日元以上杂项收入的人数 其中包括来自加密货币交易的收入 根据日本国家税务局透露 去年有2198万人缴纳所得税 除了公共养老金之外 其他来源的杂项收入超过1亿日元的纳税人数 从16年的238人上升到了549人 而这些人当中超过6成从加密货币交易中获得了收入 数据还显示根据日本的税率制度 日本加密货币税率最高可达55% 据CoinDesk网站消息 以色列理工学院构建的突破性区块链隐私解决方案 近期出现了新的进展 研究人员表示 该方案可以将大量信息进行压缩 并且使用零知识证明协议来保护信息隐私 而且相比于量子计算 它更加高效、透明和安全 也获得了业内开发人员的赞赏 目前该解决方案创始人并不急于推出配套的加密货币 而是希望按照企业发展路线来规划该项目 据CoinTelegraph网站消息 全球最大的珠宝钻石零售商西格内特珠宝 已经加入到钻石开采以及贸易巨头 戴比尔斯的钻石供应链平台 旨在为整个行业带来更高透明度 提升消费者信心 该平台能够实现从钻石生产到零售网点的数字链接 并且平台参与方都需要满足制造商和零售商的要求 专注于追踪钻石手势信息 亚太第一位是综合报道 好的 我们今天亚太商情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温刚成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更多资讯请留了WinTV的官方网站 以及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